您好 欢迎收看3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光复乡大新村大新桥南北大约有白甲以上的农地 在民国34年加农溪暴涨破堤冲刷大新村导致土地流失 而第九河川局在民国100年要重新划设河川治理县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就纳入是河川用地 当地的区民认为说这样子是严重损害到他们的土地权益 因此27号上午超过20多位的地主在大新桥上面纯情抗议 要求九河局还地于民 20多位的村民高喊还我土地 因为他们世代开垦耕种的农田 强迫变成河川行水区不说 现在国土计划里又被划设为农山食用管制 村民部落农民的土地权受迫害 跳出来纯情抗议 缓地移民的话那就会动到那条线 对哦 你看我们要公告那条线 你现在还要说这个 你还说这个就没意思 真的一个问题就好了 就是哪时候要办你说明会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这样也能做出 现在也没办法 高龄70多岁的秋信农民表示 民国34年贾农西暴涨破题 导致近百甲水稻粮田流失 第九河川局不修复堤防反倒视为河川地 并且在民国100年重新划设河川这里现实 不顾地方反对意见 纳维河川行水区管理 限制原肯户的土地权 河川区是上游那个河川溃体 溃体那水从这边流下来 流下来以后 他那九尾局就警察发言说 这个是河川区了 这个人要出入当然是要造桥 你不能说看到桥 这个就是河流 你要上以前那这个都是农地 农民上司土地耕作权部落族人也无法申请原保地 保护祖先开坑的土地 今天上午村民陈勤抗议 第九河川局人员无奈表示 非专管业务部门也无从说明决议 引发现场激烈讨论 我们要回去确认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刚好都不是当时的那个 那个承办人员 当时的情况要怎么样化 我知道是有烧拍过特使机场的说明会 可能他们当时没有去听 前来处理的第九河川局人员 无法为陈勤民众解惑 解决土地争议 村民气氛难易 现场脑红红 村长刘建荣代表提出村民环地渔民的诉求 在民国一百年 经济部九会局召开自己县的会刊 当时我当村长 还有会刊人员 还有大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局 我们大地主过一中 当时我们是潜意反对 他命名为官户薪跟自己县 结果九会局就按照他们程序就发下去了 发下去没有关系 至于我们这些私有地的潜意 像我们农民要下去耕作啦 很敢来 河川主堂立即来取地啦 说这个是他们的河川自己县 内的他们地你们不能耕作 有的没有的 造成我们村民困扰 今天事先说 希望以前不是河川 不是河川的地 要还与我们村民跟农民 透过日记时代地极图 以及大兴村周边河川流域范围 还原厘清大兴桥上下游 进百甲土地实用原貌 期盼第九河川局等相关单位 正视土地真相 在立委服务处 县议员服务处 以及地方明代 现场关切协调下 最后决议要求第九河川局 在一个月内召开协调会 向大兴村民说明厘清 未来也不排除发动大规模 还我土地的抗争行动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